侯墨意外挤身美国上流阶层 派对上不是明星就是总统 张嘴经济形势 闭嘴世界环保 感觉他已经揍上了人生巅峰 这个离奇的故事 还要从几天之前说起 秦普森一家在看电视的时候 意外发现热播剧中的主角 竟然也叫侯墨 不仅英俊潇洒 而且还身手了得 左拥右抱让人好生羡慕 能写出这部剧的编剧还真是天才 完美抓住了我身上所有的特质 家人们劝侯墨清醒一点 电视剧都是虚构的 名字相同也只是巧合 马迹嘀咕了这个名字的影响 随着电视剧的热播 侯墨成为了春天镇的名人 就连高中时代的笑话也打来电话 这件有趣的新闻 很快就被媒体关注到了 侯墨的名字出现在了报纸上 虽然这部剧跟他没什么关系 但是侯墨感觉 剧中人物的光环已经是属于他的了 他就是那个英俊潇洒 神勇无比的警探 周边朋友的吹捧让侯墨飘飘欲显 可没有意外的 意外马上就要发生了 就在大家聚在酒吧里 期待最新剧集的时候 突然发现 前几集当中还神勇无比的警探 变得又胖又蠢 朋友们的嘲笑让侯墨无地自如 他才不是电视中那副蠢样子 他可聪明了 剧中角色的转变给侯墨带来了很多苦恼 每天都有一大群人等着他出丑 更可恶的是 他还真的不太聪明 每次都让看热闹的人得逞 在虚拟和现实的不断强化下 侯墨被贴上了蠢货的标签 不管走到哪里都会被指指点点 他不明白事情为什么会搞成这样 好在危机关头小丑挺身而出 他教导侯墨 作为明星不要轻易答应粉丝的要求 要不然会惹麻烦的 对了 我侄子很喜欢你 春天镇居民的态度让侯墨很难过 为了改变现状 他决定去找电视台谈谈 哀求编剧们可以更改剧情 我也是人 把尊严还给我吧 别让剧中的侯墨那么蠢 编剧们对于侯墨的要求 顾左右而言他 电视剧的制作是很复杂的 每个细节都要精雕细竹 不可能说改就改 侯墨终究只能失望而归 编剧们实在是太无耻了 不仅没有改变剧情 还以现实中的侯墨为蓝本 愤怒的侯墨决定拿起法律的武器 以剧组滥用自己的名字 要求赔偿2000万美元 然而法官并没有支持他的诉求 无奈的侯墨只能申请更改自己的名字 侯墨的新名字 名叫麦克斯鲍尔 不仅改了名 连姓也一起改了 老亚伯对此很愤怒 辛普森这个姓 可是你爷爷的爷爷 用一匹骡子换的 怎么能这么轻易的改掉呢 马基对此也很纠结 改名字可是很麻烦的 而且我身上闻的侯墨辛普森 该怎么办 我爱上的人叫侯墨 不是什么麦克斯 侯墨觉得名字必须要改 以后他将会有新的人生 侯墨实在是太爱这个名字了 他很快就以麦克斯的身份 认识了新的朋友 新的人生 新的开始 家人们觉得侯墨仿佛是变了一个人 什么时候喜欢上泰国菜了 这好像还是薄荷味道的 侯墨的新朋友可是大人物 据说经营着一家电脑公司 周六还邀请去他家参加派对 富豪们的生活朴实无华 宽敞的庄园让人惊叹 所到之处都是上层的名流 甚至还能见到美国总统 侯墨两人显得就像是乡霸佬一样 这个时候千万不能丢脸 对了马迹 最近的经济怎么样 在这样的环境寻陶下 侯墨渐渐的得心应手 俨然也是一副成功人士的样子 就在这时 侯墨的新朋友宣布了一个消息 在场的诸位都是成功人士 享受到了社会的特权 但同时也应该伴随着相应的责任 例如环保问题 侯墨看着群情积分的众人 有些莫名其妙 被迫拥挤着上了大巴车 他们今天真正的活动 是保护红杉树 为了避免被砍伐 所有人都要绑在树上 侯墨想不通 这些有钱人怎么这么无聊啊 随着形势越来越严峻 警长决定要采取武力 用辣椒水给他们尝尝厉害 侯墨被吓得仓皇而逃 为什么非要盯着他呢 去找旁边的人不行吗 没有意外的 意外就这样发生了 随着侯墨的奔跑 铁链直接锯断了大树 侯墨惹麻烦了 于是机智的又把名字 从麦克斯改回了侯墨 那些事都是麦克斯干的 和我侯墨可没关系 哦 我 almost forgot While I was at the courthouse I had them change your name